大家好,我是惠惠 今天用鸡胸肉给大家分享一个鸡米花的做法 不用面包糠,甜黄的领片和酥脆的口感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又好看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花了7块钱,买了两块鸡胸肉 把鸡胸肉清洗干净,先切成长条 改刀再给它切成小块 装入大碗里,放入一勺辣椒面 一勺胡椒粉,料酒 再来两克食用盐 一点的生抽 用你干净的小手抓拌均匀 再倒一勺的淀粉 抓拌至粘手 放一边腌制十分钟 准备一个大碗,倒入一杯的面粉 放入两克食用盐 再来一勺胡椒粉 搅拌均匀 把腌好的鸡米花放入大盆里 粘裹上一层面粉 把鸡胸肉放入肉网里面 给它把多余的面粉筛出来 把鸡胸肉放入清水里面 给它过下清水 把水分控干 再放入面粉里面 给它裹上一层面粉 这一遍呢是非常的重要 酥不酥就在这一次了 多裹匀之后再给它晒一下干面粉 放入盘里 剩下的这些面粉呢也不要丢掉 可以用它来和哥德汤 锅里倒入一些食用油 油温烧至五六成热 下入鸡块 用筷子搅动一下 中间呢我们可以不停地给它翻动一下 这样更容易受热均匀 炸至表面微黄定形 先控油捞出 油温升高再复炸一次 大约炸个二十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控油捞出 看看这颜色 金黄金黄的非常漂亮 我们的鸡米花就做好了 表面有鱼鳞一样的形状 特别的酥脆好吃 七块钱的鸡胸肉做了这么大的一盘 比买的实惠多了 配上我们的番茄沙丝 真的是太美味了 吃起来口感外酥里嫩 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做给炸人吃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